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天地有正氣 集言不留言 下則為何惡 上則為日聲 喂喂喂 你幹嘛在樹背正氣歌啊 就1clickradio咯 我都知道他們很正氣 但也不用背正氣歌 不是喔 過節目表寫著 天地有正氣 哎呀 此氣不同鄙氣 你應該讀成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肥龍出文 為你介紹新戲 《環觀北美票房》 還會在電影大百科環節 討論古今中外一些對人生有影響力的新舊電影 咦 更翌日 看電影之前 就一定要聽清楚 天地有正氣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喂 火記 小姐 想要些什麼 麻煩一個蛋紙 沒有啊 那要奶油多吧 都沒有啊 那隨便一個炒飯吧 沒有啊 咖啡奶茶有了吧 哈哈 都沒有啊 蛤?那這裏有些什麼啊 這裡有兩位大廚 我是肥龍 我是阿芬 嘩這間什麼茶餐廳來的 這裡是十號茶餐廳 HELLO 10號茶餐廳 歡迎各位 早晨 早晨 我剛剛睡醒 你的聲音真的很剛剛睡醒 哈哈哈哈 那我們錄音也是早上早的 是 今早是早的 那若然你按我們的節目來聽 是早的話就早晨啦 是下午就五安啦 是晚上的話就 呃... Good evening啦 哈哈哈哈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肥龍和阿神呢 就講一些 很無奈的話題了 是 我們又放眼看回香港這個城市啦 又發生了一些大件事啊 香港我想在上星期尾呢 最大單的呢 發生了兩單的事 一單就關於這個商台節目主持人 李維寧啦 是 被炒 是 被炒 李維寧我們先放一邊 待會再說 先說下另外一單大單的事呢 就是這個香港的一批網民呢 就自組了一班人就走去 反對這個自由行的 是 有名的喔 他的行動是 什麼名字呢 黃蟲行 什麼 黃 驅航 不是 驅王 驅王 是 吃了的 但是以數量來算呢 又真是蠻蝗蟲的喔 因為看回 原來 每一年都有幾千萬的自由行是到香港的 是他們預計到2017 2017年 2015 2017年 會去到 7千萬 是啊 是越來越多 是香港居民的接近十倍的數量 那你想想 香港本身都已經是我們以前讀書的年代 我講我讀小學的時候 都已經是經常說地小人多的 感覺是很擠逼的 現在 直接加上自由行呢 是不再是擠逼那麼簡單 好像那些沙甸魚 哈哈哈哈 有沒有吃過沙甸魚 有有有有 真的蜜質質的嘛 打開罐 魚本身都變變形的嘛 基本上現在你走出尖沙咀呀 旺角這些地方呢 你分分鐘見到的自由行呢 是多到不得了的 唉 總之越來越多這些消息傳出來呢 其實為什麼會這次發生這群網民出來遊行呢 其實我覺得 去到一個地步已經是香港人有冤無路數了 要出來發洩了 是不是 我想他們不只是發洩的 他們都想政府正視一下這件事的 因為早前呢 推出過一個法例呢 希望啊 就是傾一下 好不好說收一些入口稅的嘛 入境稅又不是入口稅 入境稅 每人一百元港幣的嘛 是啊 但是特首呢 好像沒了一件事 不是沒了一件事 他是連想都不想 就立刻說不可以實行 因為這個是雙感情的策略 而且大家都之前說到很慶合合的 微富仙嬌論 就無緣無故說了一句 其實他說這句話呢 是不是意思是 這一群的自由行下來 是可以帶動你的經濟 令到香港人可以富有起來呢 這件事呢 亦都是一些的司長呀 聽長呢 去辱罵這一群的反自由行的人士 拿出來的論調 是 就說林鄭呀 還有幾位不同的司長 局長呀 局長呀 他們都說 這個自由行呀 帶來香港很多的經濟呀 旅遊呀等等的嘛 他們說是很大的幫助呀 他就這樣說啦 他就這樣說啦 但是 這個是不是真的事實呢 嗯 這件事很值得商隔呀 毫無疑問 自由行下來呢 他們去很多名店買東西的時候呢 真是一塊一塊cash去買的嘛 但是 香港的經濟 似乎不見得說真的那麼好呀 現在 反而 這些的店舖呢 是不歡迎香港人呢 之前發生過啦 是呀 有些香港人呢 在門口 這樣拍一下照片就被他們驅趕的嘛 你不記得嗎 自由華 拍照就沒有問題的嘛 是呀 那間D字頭那間名店呢 是呀 已經是 被人罵到七彩啦 是呀 然後那個 那個什麼sales 是不是呀 不知道是經理還是sales 是呀 總之 其實已經產生了很多矛盾的啦 嗯 其中有一些的女士們呢 她就說 香港是我們中國的地方喔 她說 這些遊行人士是賣國賊 還有她說 如果沒有我們內地人下來香港消費的話 香港哪來那麼好呀 她們這樣說 她為什麼要說香港人是賣國賊呢 她們說那班 反自由行人士是賣國賊 是 她們不是說說其他 OK 但是 你又想想 其實香港在港英時期的經濟 那時候沒有什麼自由行的喔 但一點都不見差 什麼少呀 簡直是 很少大陸人下來的嘛 那時候 嗯 是呀 有的多數都是偷渡的 偷渡客 是呀 是不是呀 是呀 多少的電視劇也好 游泳下來呀 那些 簡直是有些都說了 親身現身說法 就是說 當年我怎樣游泳下來呀 怎樣怎樣 因為她們覺得香港很好嘛 經濟也好 住也好 所以那就是說 為什麼她們會覺得自己下來買東西 才是接濟你這班香港人 說真的 你想想一下以前的時代 我記得 亞視有一部馮寶寶做主角的電視劇 叫萬家燈火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她就是說 馮寶寶由大陸偷渡到香港 其中有一段是說她偷渡的過程 其實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因為她們要經過一些荒山野嶺 經過的時候 她們可能有需要捱餓呀 又或者有些 壞人經過 駕駛了電單車 打算可以坐 誰知把東西放上去的時候 她是開車走了偷了你的東西 搶的不是偷的 我沒有看過呀 甚至在荒山野嶺 你不是說要走一日路的嘛 要走很久才開車 你趕路在荒山野嶺有機會被毒蛇咬死的 即是她們經過很多的排除萬難才能到香港 是呀 所以其實在偷渡期間 她們有很多認識的人 或者偷渡中間撞倒而認識的人 都下不了香港的 這麼辛苦都為了下香港 因為她們覺得香港是遍地黃金 當然香港是不是真的遍地黃金呢 下到香港的人就心裡自己知道了 但是香港的經濟的確是比起當時的大陸是好很多的嘛 以前比現在好很多 對啦 現在看回香港的經濟 其實是不是真的大陸的遊客自由行帶協了呢 那我又兩看呀 我只覺得她們只是帶協了香港的有錢人 更加有錢 令到這些有錢人 因為她們去都是一些名店嘛 那你又要想呀 高消費啦 她們下到來是 對呀 還有炒起了那些樓 就搞到香港 越來越貴啦 現在那些樓 那些基層市民想買樓 基本上買不到 而且也都剛剛出了一個報告 就說香港的樓宇負擔能力 是全球最高的啦 即是最難負擔的啦 不是負擔到 是很難負擔 是啊 接近是沒有可能買樓的情況啦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樓市起嘛 為什麼樓市噴噴聲起呢 就是因為突然間 很多資金住進來買了很多豪宅嘛 而那些資金呢 就在中國下來的 那些資金呢 就帶協了那些有錢人啦 什麼人才住呢 在豪宅就是有錢人啦 那些在豪宅那些 就買得越貴啦 變得越來越來 賺得更多啦 扯起了那些樓價啦 所以其實是 只是益了那一班 一小撮的有錢的人啦 其實他們本身 就算沒有這班自由行去光顧他們呢 他們都是家財萬貫的啦 那基層那些 那些就很可憐啦 不會 基層是可憐的 一來買樓賣不到啦 二來一些小商號呢 可能因為 這些自由行不斷去大商戶買東西啦 就令到他們的生意都受影響啦 三來打工仔就更加啦 因為 喂你都懂得看啦 幾千萬的自由行喔 那他們下來都是要搭車呀 或者是要自己 找司機去接載 就是說路面的車越來越多 或者乘客越來越多啦 以前呢 我記得一九八幾年的時候呢 都說香港搭地鐵呢 就已經是側到呢 有個廣告的嘛 有個人在臉上貼著一塊玻璃 說不想這樣可以怎樣自由 然後他們就鼓吹彈性上班時間的嘛 是啊是啊 那時候的香港都已經這麼逼人啦 何況現在 現在是呀 還要 不只人逼 那些自由行是會怎樣的呢 拖著行李箱的嘛 又啞多個位的喔 那就更加逼 還有啊 這次遊行很多人在地鐵都拍到 他們的行李箱都要坐一張椅子的嘛 都要坐一張椅子 有行李箱的都要啞張椅子坐在那裡 即是搭地鐵的時候 他們坐坐一個位 行李箱又坐多個位 噢 即是我們擺去買的東西 不是賣 是他們的行李 就擺在座位上啞著人 這麼壞 很多已經拍到是這樣啦 整個行李箱怎麼放在椅子上啊 他們有些不是行李箱 可能是一個很大的背包 他們就擺在座位那裡頂著你坐不到的嘛 即是甚麼都被他們霸了 就是啦 即是這樣的情況下香港的基層市民你說是不是很懶惰呢 懶惰得來如果你願意去推出一些法例或者一些政制 去管理一下自由行的人流的話呢 或是改善也好啊 但問題就是現在是一年左右呢 特首和他們的班子完全是沒有考量過香港人的感受的 他們做任何的事都是考慮自由行的感受的 因為他們覺得沒有了他們很大的影響嘛 是沒有了會有些影響的的確 但現在不是叫你趕絕他們嘛 是叫你管制一下流量而已嘛 讓你不要那麼大批的湧下來 湧到香港 大佬真是 幾千萬人湧下來旅遊 唉 即是你們說怎算好呢 人越來越多 好啦 所以我又覺得雖然感覺上這些網民他們的聚會聚集了之後 用很多不雅的語言 好像那些萬方人那樣 就不是那麼文明啦 但說真的 他們可能真的生得有冤無路數 不是這樣可以怎樣呢 我真的問一下 政府又沒有做到什麼出來 就是啦 他們都不知道找些什麼人幫忙 唯有靠自己 我最猛的就是看到其中一位叫做 是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十幾年前那些入境處放火 就弄死了四十幾個人的 這個基本上呢 可以說是殺人犯來的 但是結果呢 他坐牢後放出來之後呢 就給了單程證 他下來香港 就做了一個 新香港人 真是 很廢解的 這件事真的 還要聲大甲惡 在那裡說 你們不喜歡現在香港 你們就拖去你們的英國 美國那些 不要去香港啦 說真的這句說話 真是得罪了很多人的 不是得罪了香港人 它是得罪了很多內地的高官 或者是香港的高官 因為內地的高官 香港的高官那些高幹子弟 很多時候就移民到其他地方 或者去其他地方讀書 然後拿美籍、英籍等等 這句說話根本就是罵高官的 唉 都不知道事態發展會是怎樣 Anyways 我們看看另外一件事 就是李慧玲被商台解僱的事件 其實 李慧玲自己就說 這個絕對涉及政治的 是 他甚至說他是 梁先生眼中最討厭的人 是 我又會覺得 他未必是梁先生眼中 最討厭的人 不過他必定是梁先生眼中 其中一個討厭的人 其中一個 在list中的其中一個 沒錯 其實你看回香港的傳媒 我也是覺得 This city is dying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這句說話真的很對 你看看之前 TVB做的 這個壓制港市 跟著之後 到港台 明報 現在輪到商台 他要你收聲 那就是說 香港的政府控制傳媒 你做法 這些以前在英治時代 根本都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東西 只有你聽過 是 大陸裏面 不准你怎麼說話 不准你怎麼說話 管轄你的言論自由 是啊 現在去到香港也是這樣 現在香港也有 他又不是像大陸那樣 槍斃你 只不過是他施壓 然後解僱你 大哥 那跟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分別 可憐 另外 另外我們再說一下 陳志雲 他就是 辭退了這個CEO職位 商台 然後就退守 手直之浪 對 我想問他怎麼吃飯 用手吃飯 他的手直了 哈哈哈哈 你嘗嘗他的手直了 這樣爬不到飯 哈哈哈哈 不會吧 唉看來也是 好了 為什麼無緣無故要拿到陳志雲這一筆呢 其實我又想說 其實我們已經轉了主題了 陳志雲呢 本身他之前在無線做高層 是啊 然後發生了一些事情 被告 離開了 離開了之後 但他就跟手 就過來我們溫哥華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去其他世界各地 就為了一些基督教的活動 講見證 是啦 很高調地說自己是基督徒 講見證 但跟著現在做了這一件事出來 我不管他究竟是 自己心裏自願去做 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不管你什麼原因 但作為一個基督徒 也都這麼高調出來講見證 但跟著做一些事 是令到這麼多香港人 都覺得你是在做一個壞人的 嗯 那會不會某程度上影響了這個宗教呢 一定會有影響啦 再講另一件事 就是 黃毓民 他亦都很高調地說自己是信了耶穌的 是啊 但你會留意到他的行為 他講完那些事 已經是很差的了 經常都爆粗啊 嗯 又扔招啊 等等 那我明白 有時候 激進一些 可能惹起社會的 關注 可能會關注一些 關注一些人 民生的議題 多一點 但是 最近 他最近 我在網上看到一個 關於 同性戀的一篇文章 是黃毓民說的 哦 那是真的出現了一些問題的 他是有少少斷章取義的情況出現 那其實 嗯 真的很影響這個宗教 是啊 其實 很危險 這些機構 他們會找一些很出名 很有影響力的人 去講見證 那究竟好還是不好呢 因為他們 因為 多人認識他們 多人認識他們 那是不是好事呢 其實 兩體 很多人就會覺得 由於他們本身也是一個公眾人物 多人認識 於是他們出來講見證的時候 的說服力就大一點 那可能也會引來一些未信的人 特意去看看什麼事 那可能 中間也是會 因為他們講的見證 感動 而相信這個宗教 那但是他之後做的事情出來 又令到人有質疑 那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如果一些信徒 本身對這個信仰已經有很深入的認識 他們就會見到這一班 他懂得分辨 是的 他們講的東西 你會去分析 就不會因為他們是公眾人物而相信 但是有一些信徒 他們可能的資歷比較淺 那一些公眾人物講的東西 他們就相信了 是啊 那真的其實 某程度上 是造成一個很大的傷害 是啊 很有影響 這樣會 是啊 所以肥龍很希望 我希望 無論你是公眾人物與否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一個基督徒 你是相信這個宗教的 嗯 那我想大家 真的去小心自己的言行 嗯 當然啦 如果你是公眾人物 你是名人的話 更加多人會留意 譬如高浩正 就已經被人稱為高教主 是 他兒子出生 他就說了一番話 又被人放上網去言論去說 可能其實他是沒有心的 都被人說的了 是 那所以呢 嗯 有名的更加 沒有名的其實你都不會以為自己沒有影響力 嗯 最低限度 你身邊的朋友 親戚都會看到 是會看到 是啊 所以 作為基督徒的每一位 那如果你是真心去相信這個宗教 你是真是 嗯 即不是玩一下玩一下 不是 講一下的 你是認真去相信的話 都希望大家 有一個認真的態度去 積極面對你的人生 以及多些看聖經 是 多些明白 這個宗教究竟說的是什麼 讓自己可以站得更加穩 不會那麼容易 就被其他人影響 其他事物影響到 最重要的是 不要用了自己的一套思想 就灌到這個宗教 就是以為為這個宗教發聲 不要斷章取耳 其實看聖經斷章取耳 多的是 是很糟的 所以大家就小心一點 可以了 看我七旋斬 再看我流星劍 華山論劍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我是陳華豪 我是趙錦榮 我是周成康 每個星期五都會在一clickradio節目 華山論劍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斜劍 論盡天下正事 各位華山論劍到時見 QBW.一clicksoeasy.com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一clickradio 十號茶餐廳 本州精選 會神啊 你平時喜歡喝兩杯的? 都喜歡 不過我喜歡多紅酒 啤酒就久不久了 我記得我第一次喝啤酒 在香港 當時十三歲 我給你近小的喝的時候 其實真的喝啤酒 我說13歲我只是在公眾場合喝 當然再小的在家裡喝了兩口 即是爸爸會說試試吧 但我記得公眾場合很搞笑 就是香港那時候我住在太古城 去太古城地下有些地鋪 其中一間吃東西我們就光顧開都熟 記得跟幾個伯母在一起 十多人圍著一張桌子 然後老闆出來說 嬰兒 喝不喝杯啊 我爸爸又給了 其實是犯法的 13歲是不准喝酒的 但他整杯是年齡的那些杯 你喝到嘛 他整杯拿了給我喝 我爸爸見到我喝得很開心 那就無理我 我喝完又沒有月無倫次 其實從那時候開始 久不久出街都有喝酒 不過我又不是經常喝的 有時候都會跟朋友出來喝兩杯 我又不會狂喝 不會喪飲 即是聊天喝一下 或者過時過節 喝得最離譜就是試過新歷新年 去一班朋友的家 他們就直接混合酒喝 唉唷 我試過七八隻酒一起混合喝 有沒有不省人事 我沒事的 我挺能喝的 是啊 我OK的 真的 好啦 一講開喝酒 其實在你的印象裏 你會想在甚麼國家呢 德國呀 俄羅斯那些 即是喝很多喝酒的話 就應該是 是啊 俄羅斯可能因為天氣冷 所以人們會多些喝酒 德國就不用說了 因為我聽很多朋友說 德國那些人真是啤酒當水喝的 是啊 他們真的當水喝的 是啊 一講喝酒 通常你都會想在這些 俄羅斯或歐洲那些地方 但近來有一個網站 公佈了這個世界上 最喜歡喝酒的國家調查 原來就和大家想像中是有出入的 是 即是不是德國也不是俄羅斯 當然最喜歡喝酒的不是 不過我們這樣數吧 我們先看看 一些我們熟悉一些的國家 我們先看看中國 中國 你知不知他排第幾呢 在喜歡喝酒的這個榜 當然我們現在說 頭五十位裡面都有份的 那排到二十三、二十四左右呢 中國排在二十七 二十七 那也算是OK 那我們加拿大 你猜是排列第幾呢 在五十位裡面 加拿大在 你猜吧 你的表很蒙的 十八左右 中喔 真的十八 加拿大 好啦 而我們所說的德國 這麼喜歡喝酒的地方 它十大都不入 十大都不入 但在五十裡面呢 當然是 那德國呢 原來它排在十二 嗯 即是說在德國之上 原來還有十一個國家 比德國人更喜歡喝酒 我很想知道第一是誰 逐個數吧 OK 我們由第十一開始數 因為既然德國 我們一想起啤酒 或者酒類 都是想德國的 竟然是排到十二 還有哪十一個國家 在它之上呢 好 登登登登 第十一位 就是 是 Czech Republic 即是 捷克 捷克 是不是都是屬於 德國附近呢 都是歐洲那邊的國家 嗯 好啦 第十位 是我們的友邦 美國 沒錯 美國排在第十位 喜歡喝酒 第九位 就是足球國家 巴西 沒錯 就是巴西 好 第八個鏡頭要放在歐洲那邊 嗯 就是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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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啊 中文是 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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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洛伐克 S洛伐克 OK OK 第七位 第七位 就是 Ukraine 烏克蘭 都是歐洲國家 所以歐洲 是啦 第六位 同樣都是歐洲國家 這個叫做保加利亞 Bergaria OK 第五位 我真的沒有想過這個國家 原來是這麼喜歡喝酒的 這個是 是不是日本 是呀 咦 亞洲國家 是呀 我猜不到日本是這麼喜歡喝酒的 其實日本人喜歡喝酒都不奇怪 因為我們看了很多 都看那些日劇 喝sake 是呀 經常都喝燒酒 還是什麼 就是喝sake 噢 然後喝到醉紛紛回家 經常都看見那些公務員 男男女女都是這樣喝的 白娘 男女 他們在那些 路邊的小店 原來都有賣酒的 很多 所以日本是喜歡喝酒 排到第五的 第四位 這個我真的沒有想過 他會上到十大的 這個是泰國 是啊 泰國 我不知道原來這麼喜歡喝酒 我只知道這個芒果 黑糯米 我只知道泰國喜歡通音功 沒有想過是啤酒 一講泰國 我只想起通音功 想起人妖 和想起通音渣 哈哈 我沒想過泰國是喜歡喝酒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挺出奇的 第三位同樣也是出奇的 菲律賓 是啊 菲律賓原來喜歡喝酒 是不是也是呢 我記得好像 一到weekend的時候 在香港見到很多那些 那些是王校像廣場 他們也有喝酒 在那裡 是嗎 我也不知道 在那裡開餐 開餐我就知道 還有喜歡拿著木結他在那裡 啤酒 是啊 也有些人在那裡喝酒 我又不見他們真的喝酒 不是很多 但是排到第三 現在在說世界上 喜歡喝酒的國家 在菲律賓 這個挺出奇的 好了 亞軍就是一點都不出奇的 因為亞軍剛才你也有說過 俄羅斯 是啊 就是俄羅斯 可能因為俄羅斯 天氣比較冷 還有俄羅斯 你知道被人形容為甚麼國家嗎 甚麼民族 甚麼民族 是啊 不知道啊 我看很多大陸的forum 原來很多人喜歡 俄羅斯為戰鬥民族 為什麼呢 他們的樣子 他們做的事情 經常都好像很戰鬥格 那些人說 噢 可能也是因為 他們的感覺 感覺都要兇悍一點 那些兇悍的人 都喜歡喝酒多 那是man的 太多感覺 不知道會不會是 你不覺得嗎 有男子氣概 那些是否叫男子氣概 我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 通常 尤其是以前你看的那些 拍戲都是 那些很大箭頭 成龍都不夠打的 都是俄羅斯人 很大箭很大隻的 哦 又好像是 你看看警察故事 裡面 有兩個俄羅斯人 是是 很多時候都是 拍戲呢 是啊 是啊 俄羅斯來的 通常眼眉 那些是厲害的 唐眼眉 看不到什麼 那塊拳骨 就很凸 然後 有鬍子 而且 經常都是軍人的 可能是這些 就特別喜歡喝酒了 好了 至於你說很想知道的 全世界 但調查過之後 最喜歡喝酒的 冠軍 是誰呢 先說回 俄羅斯 原來 他在說 每個星期 人是會喝6.3杯酒的 即是每一個人 平均 喝6.3杯酒 即是說 差不多每天一杯 6.3 又未到每天一杯 接近 接近 冠軍這個國家 先說一下 平均 每一個星期 每人就會喝13.7杯 即是說 每一個人每個星期 喝2杯 多一點 是啊 那這個究竟是什麼國家呢 你即是猜不到 這個絕對是沒有想過的國家 是南韓 即是猜不到 沒辦法 他竟然是排第一 因為韓國 一說起南韓 或韓國 你會想起什麼 還有整容 哈哈 你主要是想起這兩個 你怎會想起韓國 跟喝酒有關 從來都沒有人聽過 去韓國我去做什麼喝酒 沒有的 你何時有聽過 這酒就是南韓出產的名酒 沒有的 是不是 日本也有聽過出產的Sake 一般的名酒 都是來自歐洲的地方 韓國那些韓劇都有喝的 是有喝的 但不是最主要的 所以你沒想到 他全世界最喜歡喝酒的國家 現在在說的飲酒 不論是啤酒或餐酒 都算進去 沒有分為啤酒 因為我見過曾經有些list 分為啤酒還啤酒 這個就是說 是喝酒 對 凡是有酒精的飲品 酒精的飲品 如果你算啤酒 我相信啤酒 德國是比較高一點的 但是如果你一說 那些紅酒白酒 德國就馬上掉了 因為德國喜歡喝啤酒 對 原來南韓是很喜歡喝酒的 所以下次 亞洲城市的朋友們 你去南韓 嘗試找南韓的酒 是不是特別好喝 應該要嘗試 對 介紹一下 如果南韓有什麼酒好喝 因為肥龍都喜歡放兩杯 我不是瘀酒 但我喜歡久不久 就放兩杯 有點小吃 尤其是 跟朋友坐在那裡聊天的時候 我凡是男士們的 men's talk 摸著酒杯帶 真是挺爽的 當然 講一下經濟 講一下世界大事 講一下電腦 對 正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我怎麼才知道 我可以拿到多少按揭呢? 為什麼申請按揭 要找專業房屋按揭顧問呢? 跟人家有什麼分別呢? 申請房屋按揭 需要符合什麼條件呢? 我第一次買屋 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呢? 那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實 一clickradio 每個星期二播出的 樓房按揭101 我何傑文 和嘉賓主持Alan送一兩 會為大家解答不同的 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了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阿神週記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日要面對的工作和生活 都需要放很多時間和精神下去 但我們如何好好享受 我們在網路中對工作的態度 在這個工作世界裡有三種人 第一種是兩手無所事事的人 第二種是兩手無時停的人 第三種就是兩隻手 會有作息時間的人 兩手無所事事的人 他們會好食濫飛 最終會坐食三賓 他們只會去消費 而不是生產 即使他們的財富有很多 但他們都會有用盡的一日 這種就是屬於萬聖的自殺 因為當它沒有了的時候 但又不去勤力工作 當然什麼都沒有了 而第二種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兩隻手都沒有停的 他們時刻都會不停地去工作 他們的工作是很辛苦 忙過不停 但他們對工作有一種 是非做不可的一個迫切感 壓迫感是一定要做的 因為他們不能停下來的 他們會不斷地去做 令到他們經常都會感覺到很累 但他們又不肯停下來的 他們的行程永遠都會排滿 而令到他們自己 永遠都會在一種準備作戰的狀態裡 在這些分得很緊的情況下 很容易因為過度的壓力 而導致他們身心都會受損 我們不可能單手工作 但也不可以像機器一樣不去休息 所以兩隻手有作息的人 他們能夠掌握生活和工作的節奏 應該快的時候他們會快 應該要慢下來的時候 他們會慢慢去做這種工作態度 這樣他們的內心深處 便可以走出一個空間 那個空間用來做什麼呢? 便可以反省自己做事的方式 究竟是否很有效 他對這個工作究竟是否有意義 而他們自己的才幹 又是否用得其所等等的問題 有一個空間讓他們去思考 去安頓下來 去思考這些問題 我們的心不會很容易 就會很慌亂 在為了自己的工作之餘 都可以享受到 在工作過程中 你所做的事 可以享受到 對生命的成長 都是一個契機和機遇 將工作當作一個享受 不只是用來穩飾 不是單單作穩飾的工具 在心理學的角度去分析 兩隻手沒有時停的人 這種是屬於工作狂 不過你會問 我勤力工作不對嗎? 我甚至為了工作 廢寢忘餐 有什麼不妥呢? 我們不是經常去教導 一些年輕人 要有毅力 要堅持到底 去完成他們手上的任務嗎? 但你勤力工作 沒錯 是可以很容易得到社會的認可 我想甚至每一個老闆 都會喜歡這些不停下來 不斷地做的工作狂 因為他可以為公司賺更多的錢 但工作狂是一種病態 因為工作狂的人 對於工作的渴求 是有過分的需要 他會令到自己的身體 他們個人的快樂 在人際關係 或者在社交運作上 都會受到很大的困擾 因為這些人 在這些工作狂的身上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很有趣的症狀 名叫做 星期日精神衰弱症 對很多人來說 星期日不用上班 當然好 但對於工作狂來說 他們很怕星期日會來到 因為當星期日來到的時候 他們沒有工作 沒得上班 他們就感覺到 很空閒 感到內疚 因為他們覺得 所有的事 如果要成功 他們一定要參與 不可以少了他們 所以他們不斷地去工作 做做做做 他們才會安心 同樣地 他們不停地做 根本沒有時間給自己休息 很容易令到自己產生很多病痛 除此之外 工作狂的人 他們的人際關係 其實是經常充滿磨擦 因為他們不能夠容忍到 一些不稱職的人 的同事 或者他們下屬的表現 他們的同輩 很多時候都不會跟他很close 會遠離他 甚至會在背後笑他 說這個人這麼賣命地工作 當然想搏老闆的歡心 難道我們都要跟他一樣 每一天都要超時工作 這樣會令我們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這些人是完全不受歡迎 不過現代人提倡的是 慢活的生活哲學 可能是看到這些工作狂的問題 人們可能因為忙而導致 忘記了好好享受工作的成果 當然我們為了生活 我們要去工作 但我們都要給自己有一個 作息的時間 對工作的態度 我們不是只有一個造智 我們要好好享受 我們工作之餘 我們得到的成果 這樣令到我們 在生活上 才會因為工作 而帶給我們有滿足和快樂 在每一場的比賽 或者每一次挑戰當中 你想贏還是想輸呢 肥龍相信一般的情況下 你都想贏 因為贏了 除了有滿足感之外 還會賺到掌聲 甚至贏到一些名譽 榮涵和金錢 雖然我們經常說 一場比賽或者挑戰 最重要的不是看結果 而是看過程 我們有沒有盡到自己的努力 但比賽除了打和之外 總會有贏、有輸 當然 能夠做到 每個人都贏 當然是好 但是 世事永遠沒有理想 當你輸的時候 又怎麼辦呢? 在我們人生當中 有很多情況 都不能避免一些比賽 或者挑戰 例如在我們讀書的時候 我們要面對考試測驗 在我們上班的時候 就要面對工作壓力 和辦公室政治 而在我們做人處世方面 可能也要面對人際關係 家庭關係 或者跟自己 另外一半的愛情關係 這些角力 在這些事件上 如果我們就算盡力 但可能處理得不太好 就會導致 譬如戀人分手 考試測驗成績不好 導致上升不到班 或者在辦公室 被人投行自散 等等 這些負面影響 這些我們都統稱為 輸 或者是失敗 當然 失敗帶來的感覺 一定是不好的 一定是痛苦的 但是 你會不會因為這些失敗 這些輸了 而令你從此一蹶不振 甚至有自殺的念頭呢? 我們中國人有兩句說話說得很好 第一句是 勝敗乃兵家嘗試 第二句是 失敗乃成功之母 這兩句說話都告訴我們 在每一次的比賽或挑戰當中 總會有贏 也會有輸 贏固然好 但輸了的時候 也是一個嘗試 如果你盡力的話 其實一點都不羞愧 我們人有一個很大的弱點 就是很多時候都會輸不起 所以 亦都令到一些商人 看準準這件事 亦都推出了一句說話 就是千萬不要讓你的子女 在起跑線上輸了 而推出很多不同的商品 怎樣才是為之起跑線呢? 出生那一刻 還是入學那一刻 如何才能讓你的子女贏呢? 是不是他們永遠不跌倒 就是成功呢? 這句 不要讓你的子女 在起跑線上跌倒 真是很荒謬的說話 亦都因為這個情況 亦都有怪獸家長 這個詞彙出現了 這些家長 經常把自己的子女保護得很好 從來都不會被他們受到任何傷害 或者失敗 把他們放在一個溫室裡面 其實這樣對他們好還是不好呢? 這些子女 從來面對的只有成功 不知道失敗的感覺 表面上聽來 他們是一個非常優越的人生 但是一旦他們長大之後 嘗試到失敗了 怎麼辦呢? 他們怎樣去面對呢? 其實失敗並不是那麼可怕 最重要的是 失敗之後 我們怎樣去面對這些不開心的失敗感覺呢? 其實最重要的是 當我們失敗跌倒的時候 我們不要就此放棄 盡快去重新振作 檢討這次失敗的原因 然後 就可以再次為自己定下一個新的方案 繼續訓練自己 好讓自己有充分的準備 面對下一次的比賽 或者是挑戰 所以 各位家長們 千萬不要把你的小朋友 放在溫室裡面 讓他們成長 有時候也需要讓你的小朋友 出去外面闖一下 去跌一下 痛一下 讓他們在失敗當中學習 其實當我們每一次 跌倒 輸了或者失敗的時候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機會 所以我們不要害怕面對失敗 我們做人最重要是輸得起 當你輸了之後 亦都要學會怎樣站起來 得到勝利的 當然是成功的一種 但是當你輸了 能夠很快地面對 很快地去振作 然後 令到自己下一次又有機會去勝出 這些也是另一種成功的象徵 肥龍很寄望 大家都能夠成為一個很成功的人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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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喝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吧 拜拜 但是酒後駕駛 你不僅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一click 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阿神發覺 阿神發覺 最近天氣都是時凍時熱 好像昨天一樣 昨天是星期日 我們今天錄音是星期一 昨天星期日早上天氣都很好 有太陽 但是到崇拜完出來之後 很冷 下雨很大風 陰天 但是我們北美不是應該 下雨天又暖一點嗎 也不是啊 你昨晚有沒有覺得冷 不過你應該在睡覺 我沒有出門 我這個weekend 狂睡 可能之前有點不太舒服 有少許首尾 於是我就利用了weekend狂睡 但其實不是我們北美加拿大是冷的 原來近來香港的氣溫都很冷 也是 跌到過位數字 但是又有幾天又熱 過寧時是暖的 所以更加容易病 因為時凍時熱 你都不知道穿多衣服還是小衣服 還有香港如果氣溫跌到過位數 是比我們北美冷很多 因為濕冷 而且室內他們很少會 沒有熱的 我們加拿大 至少我們Vancouver 就一定有熱的 其實整個加拿大都是的 室內必定有熱的 有暖氣 雖然你說有暖氣 但是手腳都會很冰凍 尤其是女士 我就經常都是這樣的 我太太也是 是啊 有時頸後面有陰陰涼 肚子小腹有些涼陣的感覺 我就內不中都會的 我比較少一點 我通常都是比較 手腳比較暖的人 但有時 例如早前 不是太舒服的話 也會 而且現在 因為我減肥的緣故 吃東西就少了一點 可能熱量比較低了一點 有時手腳也會比較冷 按照計來說 你應該捐入皮豆就會比較暖 都要一輪的 但我不是的 就算捐入皮豆 我手腳也會冷 有時對腳 對腳是我要穿墨睡覺的 嗯 是很冰凍的 是 令到很難可以睡覺 嗯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是啊 冷到急急鎮 好像你這樣說 從裏面冷出來 蓋皮也蓋不到 是啊 而且手腳冰冷 尤其是女士們 會導致驚奇會少 不調啊 即是月經是不調 即是不順的 不順的 不好啊 即是不適合時間 對 即是很亂的 早了或遲了 對 而且很嚴重的 會影響到不育 嗯 或者你懷孕期間 和產期的時候 那個生理變化又不同了 會影響到 因為那時候的身體會比較虛 嘩 不可以輕看這個 手腳冰冷 是啊 是啊 其實主要有三大原因 嗯 哪三個呢 第一個就是因為 循環 即是你身體裏面 循環的障礙 是 哦循環 那一定關心事 是啊 因為你心臟會衰弱 沒有辦法令血液 可以供應到給你全身 即是不夠力泵 嗯 所以 血氣循環 即是去到手腳 比較尖端的位置 因為不夠力泵 因為距離的心臟 因為手腳是軟一點的 距離的心臟 那就是貧血啦 貧血也是因為你血量不足 血紅素 和紅血球偏低 哦 那你再說下去 當然是血管 是啊 血管收縮 血是更加阻礙了 又變得不太到手手腳腳 是啊 是啊 這個是第一樣主要的東西 嗯 第二樣呢 就是陽氣不足 什麼是陽氣不足呢 就是你的抵抗力不足 哦 OK 這些叫陽氣不足 是啊 我都想一下陽氣不足 陰氣不足 我就想一下 是不是陰氣不是陽氣 應該 因為我們中醫經常說要陰陽跳 是啊 是啊 隨便一樣不夠都不好 是啊 都不好的 其實他在說的是抵抗力不足 是因為 所以導致手腳冰爛 OK 因為不通啊 好 有方法的 有方法可以解除 即是幫助我們 令到我們手腳 沒有那麼容易冰爛 OK 咦 第三個你不說的 第三個 是女士的專利 是啊 女士的專利 為什麼女士會比男士更容易手腳冰冷呢 第三個 就是因為 關乎都是血氣的問題 血氣啦 講來講去都是血 血不足 女士血不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每月啦 每月一次的月經 我們男士沒有 是啊 還有生孩子 會引起一些激素的變化 大肚子之後可以蒙有的變化 是啊 不同啦 因為 影響到神經系統 導致我們皮下血管收縮 血液流量就少了 是啊 OK 怎樣可以解決這個 手動腳凍的問題呢 凍你會怎樣 凍當然是保暖 當然要穿多些衣服 尤其是現在的天氣 那特別是愛美的女士們 手腳要收起來 不要露那麼多出來 厚一點的襪子 還有手襪子 不要穿這麼短的裙子 阿神早兩個星期都留下手襪子在我家 錄音的時候 是啊 等我雙手露了出來 我凍了幾久 不要緊要拿回來 現在暖回來 OK 是啊 或者淋睡之前可以浸一下雙腳 浸一下暖水 是啊 浸一下暖水 當然浸暖水 那浸冷水嗎 哎呀 我聽 又不會浸熱水吧 錄自己 我聽過有些人說話 譬如說 你冬就冬就冬 沖個冰水涼 沖完之後 還冬? 不是呀 他說沖完冰水之後 沖的時候很冷 但是他說 你一上水 你就會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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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但是你要頂得住冰水的狀態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其實如果你沖了一些比較熱水涼 你又用一些很冷的水 溫差太大都不是太好 但他們說這樣會身體健康一點 是嗎 但我經常聽說 因為你可以抵抖到冷 但你周時突然之間 轉變的溫差太大的話 你的身體未必適應到會影響心臟 對心臟不好 所以不要亂來 其實我覺得這樣 洗澡是不一定用冷水的 但也不要用一些大滾水 因為我之前都說過 會抽乾你的皮膚水分 最好是暖暖的 也不要太熱 其實都可以的 最好是做一些運動 這個肥龍也要 可以幫助你血液循環 加強力新陳代謝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順手減肥 但是那些鬼鼠肉 拜拜肉 就可以因為你運動的緣故 就可以收細一點 飲食也是 我們要補充多些維生素E 即維他命 對 維他命我們要補充多些 可以吃多些堅果 胡蘿蔔 這些比較熱性的食物 避免吃生懶食物 不是不吃的 吃少一點 凍飲食物 不要喝太多 還有這件事我就知道 最好適當的吃一些 有些新辣的食物 譬如有些胡椒 芥辣等等 即刺激到你的身體 變成血氣黃盛 運行得好一點 但又不是叫你大辣辣到變態 不要吃太多 即是辣到 每天都用紫天椒來咬 不是每個人都受到的 有些人會選擇服用中藥 當然你要視乎自己的體質 不能每樣都試 譬如你現在市面 以前很容易買到的 有很多十全大補湯 四蜜湯 八珍湯 這些你見到 超市有一包包 這些比較中性 如果你要補一點的湯 請你問中醫師 看看配不配合你的體質 這是一定要的 不要隨便買來喝 因為如果你的身體比較虛 我們中文經常說虛不受補 喝到流鼻血就不太好 都要請教你的中醫師 當然還要是定時吃飯 你不可以餐餐都不同時間 要不就不吃 這樣就不行 這個不只是手腳冰冷 這個其實對健康也很重要 都已經不好了 不要偏吃 不要過度的減肥 另外原來洗澡也有些妙法 洗澡可以嘗試在熱水裡 加入一些山薑 或者是金谷 肉桂 迷迪香 迷迪香 的蒸油 這裡說放辣椒 入肉劑 這些東西 嘩 其實都有點刺激性的作用 幫助你血液循環 對 身體會暖一點 當然你不是掛著一包東西在花灑面前 是在說浸肉 哈哈 看著他看著他洗澡就已經亂了 就是在說加入這些東西進去浸肉 浸完之後拿水洗乾淨的人 對 按摩不能夠少的 按摩是有一定的幫助 對 尤其是按一些穴位 對 幫助血氣運行 對 一定有幫助 對 刺激你的新陳代謝 嗯 我又想問 講了這麼多 你會不會有些特別的食物 可以幫幫助 可以補暖 有的 這裡有兩款的食物 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因為我都想試一下 OK 看是否真的合理 你要試 我要試 第一個是薑汁甜牛奶 咦 那不就是薑汁壯奶差不多 對 有點像薑汁壯奶 但它就不是壯的 這個是蒸的 OK 那你可以那個份量 就是拿150-200毫升的鮮牛奶 嗯 那加入一條薑 即一匙 那些薑汁 你磨些薑汁出來 是 還有一點白糖 我想那個糖是調味來的 是 你不想那麼甜 就不要加那麼多 嗯 那你放入一個容器裡面 隔水蒸15分鐘 哦 這樣就已經吃得 那它有驅寒啊 這些功效 哦 其實它有薑汁 就已經是有這些效果了 這個可以天天喝的 嗯 那令到你手腳寒氣的那些 就會慢慢消食 其實如果你頂得順的話 吃薑 對 你吃幾片薑都可以的 我知道 嗯 因為其實薑是驅寒的嘛 是的 我這些很多人都知道 是的 它有點辣 不過這樣小心一點 因為我看過一些報告 如果你買回來的薑 用了太久有腐懶 就千萬不要吃 還有長牙有些會生了些牙出來 是 那些又不好吃了 已經要放進去 是啊 因為有毒素 是啊 那第二樣子呢 就是當歸生薑羊肉湯 OK 有當歸啦 有薑 有羊肉 這個 當歸要二十克 生薑要三十克 嗯 羊肉就五百克 那再加些黃酒啊 食鹽 調味 那適量就可以了 那首先你要把當歸洗乾 當歸買回來一粒粒 嗯 那要用清水浸軟了 然後就切片 然後放在一旁 然後生薑也一樣 洗乾淨切片 羊肉呢 要去肉那些筋膜那些 我們叫做飛水 你要煲煲水 即是沖了一些髒東西啊 血啊 或是油啊 就是輕輕煲一煲熟它 就是表面熟了 去肉那些髒東西 其實你手上洗一洗去 但是你要煲滾煲水 你才放進去 嗯 就像平常煲湯 我們那些豬骨那些 是 那樣的組法 那之後拿出來 你要沖一沖水 然後切片也是 全部東西都要切片的 然後將它放入一個沙窩裡面 再加入清水黃酒 那你就用晚火燒滾它 然後再改用小的火燉這些羊肉 嗯 煮到它是軟了 即是可以 即是離骨 嗯 我想未必要離骨的 至少不要是硬了 但是它有燉到一些 即是燉到一些羊肉 熟到爛 熟到爛 其實熟爛即是離骨 也是 那你加點鹽就可以吃得了 嗯 那這個湯呢 是很有益氣啊 補血啊 驅寒啊 還有羊肉也是保暖的 對呀羊肉也是保暖的 那大家可以試一下 即是經常聽到 冬天吃枝竹羊腩鍋保暖 羊肉就是有些保暖的效果 那這個湯是適合一些羊虛血虛 體質的人飲用 那大家可以試一下不同的方法 按摩啊 是 著暖一點啊 那試一下加上這些食療配方啊 那希望這個冬天可以幫到你們 去慢慢令到那些手腳冰藍會消失 都不止冬天的啦 有時候夏天熱鬼辣辣呢 都會的 嗯 希望這些方法幫到大家 平時肥龍呢 就會介紹一些高科技的東西 通常都是快要在街上賣的東西 是 唉 今天要介紹兩樣 都不太能買得到的東西 哈哈 我想你都未必會買的 就算你買到你都未必會買的 先說第一樣 這件事真的 我們生活在一些比較安全的城市 更加不需要的 嗯 在香港啊 加拿大啊 美國啊 等等 但是如果你生活在泰國 可能你真的會買的 這個東西叫做安全內褲啊 怎樣安全法呢 先說說 如果大家對這個產品有興趣 就搜尋叫做 Hedman's Secunity Pants OK H-E-A-D-M-U-N-S 然後是S-E-C-U-N-I-T-Y P-A-N-T-S OK 好了 這個安全內褲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泰國一家公司 叫做Hedman's TV 特意發明這個內褲 兼找了一些模特兒出來試穿了 那這條內褲呢 就 給女士only 有什麼機關呢 難道穿了很難脫脫的 穿了也不難脫的 但是這個內褲最特別的呢 就是 他在這條內褲的前端 就有一個特別的甲口位 而在這個甲口裏面 他就放了一條硬的物體下去 就是這樣 那好像一個男士一樣 穿起來變成 應該這樣說 是 穿了下去之後 如果你再加上一些緊身褲 穿在外面 看上去就似乎是一個男士發情的狀態 是 很噁心 你一聽下去 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肥龍當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第一個反應就是 神經病 弄這些東西搞什麼 是啊 阿神是不是也是這個感覺呢 是啊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有什麼用啊 我們看上去就好像 神經病 無聊 弄這些東西 很噁心 真的很噁心 但是你想想 其實呢 為什麼要弄這些內褲呢 就是說 原來在泰國那方面 若然你是一個樣子比較不錯 身材比較野火的女士們 很大機會 會在一些僻靜的地方 被人性侵 所以穿這條褲 就等 想性侵那個人 以為這個 是男人 以為這個人妖 人妖 是看上去女性的外表 因為泰國很多人妖 如果有去過泰國旅行的人都知道 那些人妖 都很漂亮的 出名 很多人妖 而且有些真的不說 不開聲的話 你真的完全是比港姐冠軍 是不是 是啊 那 為了這些女士安全起見 如果你回家的時候 穿了這條安全內褲呢 那 若然 突然間 因為可能泰國不同 我們住在一些高密度城市 高密度城市周圍都是人的 多數都安全一點 但是 可能是住在一些很偏僻的地方 泰國在村莊裡面 可能真的比較 人厭比較少 對啦 於是就有機會被兇徒下手去性侵 如果你穿了這條內褲 他們一看你的時候 第一眼看到你 咦 美女啊 然後身材正 再看下一些 呃... 人妖來的 可能他們那一下就會打燒了念頭 沒有了 就 救你一命咯 嗯 所以呢 我看完第一個反應 就覺得神經病 第二個反應呢 我就有一種唏噓的感覺 好悲哀喔 是啊 要用這個方法 對 用到這些方法 去令到自身 可以確保有少少的安全 都不是確保百分之百安全 是啊 即是有機會令到那些兇徒 打退堂鼓而已 是啊 都叫做有少少的左下作用 不過呢 我就覺得是一個 呃... 半搞笑形式介紹給大家 這條叫做安全內褲仔 在泰國那裏呢 就有得賣的 那如果喜歡收集一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的朋友呢 就可以搜尋一下 剛剛那個說了名字 可以上網看看 是 叫做Hedman's Secunity Pants 安全內褲 好了 另一件事呢 都是女士的 恩物來的 是 因為 我相信呢 大部份的女士 就必定會有用空為這件事的啦 是 當然啦 那空為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用途 第一就是 一個內衣的用途 第二就是 可能會有些有整形的用途 是 是 對 那 肥龍對空為的認識 就不太多 是 因為肥龍自己不需要 那這個是不是又有些什麼乾坤呢 剛才你說說到那個內褲 那現在說到空為一定有些東西 那當然啦 肥龍不會無緣無故跟你說空為 哈哈 肥龍自己又不是用開的 哈哈 嚇死人了 你用的 好啦 肥龍今天說這個呢 是來自日本的了 這個叫做真愛空為 咦 有趣喔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 挺有趣的 先說說它的品牌呢 就來自這個叫做Ravijour OK 就是R-A-V-I-J-O-U-R OK 那它就剛剛踏入了十周年了 於是呢 它就推出了這個紀念商品 叫做真愛空為 OK 是 好啦 即是 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上網搜尋這家公司 Ravijour 我很想知道有些什麼乾坤 它的乾坤就是 你的空為一旦扣上 就不是立戀可以脫掉的 當然 你要脫掉的時候 你可以在家裡自己脫掉 但是出到街 就不是立戀可以脫掉的 那你是真的要遇到 你心儀的對象 你看到那個男生我真的很喜歡 喔 那那個空為就會 啪 這樣打開 蛤 哈哈 這麼open 它就是 檢查你的心跳 而去打開 即是有個apps的 當然啦 和你的手機對應 有個detector 對 它的空圍的扣 就是有一個藍牙的裝置去對應 是 即是當它遇到的 就會detect到你的心跳 它的空圍的扣 就是在胸口前面的位置 除了藍牙裝置之外 其實它也是一個感應器 它就會check到你的心跳 那當你看到心儀的對象的時候 你的心跳的確是會加快的 那有時候 未必只遇到心儀的對象 可能發生了一些事 突如其來的刺激 令到心跳加速 那它會不會又打開的 好問題 這個問題非常之好 當然啦 設計公司也都會想到同樣的問題 因為心跳加速 有很多的情況都會發生 例如你看恐怖片 突然間一隻鬼彈出來 你都會嚇到心跳加速 又或者 你是自己做運動 跑步踩單車的時候 跑到氣來氣喘 也是心跳加速 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情況下 都會有心跳加速 但原來 人在不同情況下的心跳加速 都有不同的規律 就是那個頻率 跳的狀況是不同的 跳動的頻率是會不同的 於是 這個感應器就會偵測到 究竟你是在做運動的心跳加速 還是驚嚇的心跳加速 還是你真的撞到心儀對象的心跳加速 因為撞到心儀對象的是 輕微心跳加速 令到你有點面紅 對 對 但是 若然 突然間你在街上看到一個 真的OK的男生 那一刻 胸圍突然突然打開 那會怎樣呢 對 怎麼算好呢 好尷尬 所以 我覺得這個 只是一個純粹搞笑 還有 用來紀念的一個 特別產品 拿來上市 是啊 那 現在 大家 就 沒有這麼快買到 因為它 就快會推出 還有呢 它會不會是一個量產型的產品呢 即是說 限量出售的呢 也都不知道 總之 如果大家對這個 這麼搞笑的 真愛空為有興趣的話 就留意一下 Ravijur 這間公司 上網查看 再說一次 這個日本品牌Ravijur 就是R-A-V-I-J-O-U-R 這間公司 十周年的紀念產品 真愛空為 如果你帶了出街 又不刻意被你撞到的 心儀對象 恭喜你 你的空為就會 一聲打開了 真麻煩 然後找地方扣回去 10號茶餐廳 今天的營業時間 又到山門的時刻了 是啊 時間到山門了 我們要吃東西 然後 不是在自己茶餐廳吃 去大道吃 我們去做間諜 看看有什麼好吃 不過 說回 現在進行的 仍然都是東奧 有沒有留意一下 戰局 久不久 對啦 我通常都 久不久上網去查一下 暫時我們在加拿大的成績 都算OK 排在第六位左右 今排檔 希望各位運動員 繼續努力 我不知道 冬奧 你會不會特別 對某些項目有興趣 嗯 會不會喜歡 花式溜冰 Ice dance 花式溜冰 我喜歡看 你喜歡看Curling 我覺得很悶 其實你明明Curling 其實你明明Curling 我玩過的 你明明那個規則 呃 他要越接近 那個 中心位 那個分數 越高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覺得悶 或者有些人覺得 一開始來到加拿大 不知道這什麼運動 你知道我們用什麼來講嗎 尿壺 不是 我在家人 如果要形容這種運動 是三個字 就形容到 大家就知道你說什麼 這個運動 我們初期 不知道名字 我們形容它 做櫃櫃櫃櫃 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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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知道了Curling怎麼玩之後 其實原來我覺得Curling幾有趣的 因為它除了包含技術之外 還有戰術的 不是隨便亂撞 會撞到對方的 撞到對方的 有時需要撞走對方的 我們有時需要放在不同的位置 而且也是很高的技術含量 因為你推它出去的時候 力度角度全部都是很精密的計算 然後你又不要小看在那邊插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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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 會不會的 會的 方向和速度等等很多東西 所以其實一個無論技術和戰略的含量 都非常高的運動 其實運動量都大 不是的 我蠻欣賞這種運動,暫時加拿大好像都OK 在curling來說,當然加拿大另一項最留意的當然是hockey 暫時男女子都還OK,入到準決了 繼續努力 希望冬奧運動員們繼續努力 很快,還有一個星期左右就完結了 我們密切留意冬奧的消息 今天節目時間夠了,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但也不用背正氣歌 不是喔,那個節目表寫著天地有正氣 哎呀,此氣不同脾氣 你應該讀成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肥龍出文為你介紹新戲 《環觀北美票房》 還會在電影大百科環節 討論古今中外一些對人生有影響力的新舊電影 更明天看電影之前,就一定要聽到天地有正氣 我要有正氣清晰哦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只要1click,就是這麽簡單 SOEASY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只要1click,就是這麽簡單 SOEASY 中文字幕——YK